大家這個真的是太不尋常了 就是我怎麼想都想不通 這個是一個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有遇到一些比較靈異的事情 那個是我跟美根一起遇到的 我剛剛我就是一直在回頭看 就是那個時候的一些片段 那個片段是在影片裡是沒有被播出來的 剛剛看了我就是覺得 這個絕對不是正常的事情 就是怎麼想都不是 我已經盡量想要把這件事情合理化 可是就是不是 就大家會不會覺得我怎麼那麼常遇到 因為大概在一年前的時候 我跟美根在墾丁也有遇到嘛 可是 那一次跟這一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那個時候是有拍到樣子的 那個時候是有拍到 所以我沒有給他就是放出來給大家看 可是這一次的話是沒有樣子 但是是比較靈異一點的現象 就是比較怪異的現象 那這件事情的話 是在6月25號跟26號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如果知道的人應該知道 25號是美根的生日 然後那個時候我跟美根有去一間酒店 就是我幫美根準備的一間酒店慶生 事情雖然是發生在酒店裡面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是酒店的問題 因為在那個一個禮拜之前 美根也有跟我講說 她有遇到一系列的詭異的事情 那這個是事情發生的時候美根才跟我說的 所以我才覺得 那這個應該就不是酒店的問題 而是可能就是我們自己自身 可能八字弱還是怎麼樣 可能就是有遇到一些事情 導致在那個時候有一些詭異的事情發生 有一些片段我到時候我也可以給大家看 就是我會給他放出來 那如果沒有很喜歡看類似相關的影片的話 我覺得到時候也可以跳掉 就是我到時候我會寫秒數 然後讓大家可以跳掉 因為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是不太想要看到 不尋常的影片 那我覺得要講這個 6月25號跟26號的時候發生的事情之前 我覺得可以先從最一開始 6月18號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跟大家開始做分享 6月18號那天是我的生日 然後那個時候美根有帶我去日月潭 如果有看影片的人應該也知道 美根有帶我去日月潭 然後這個是事後美根才跟我說的事情 我們吃完飯之後 美根跑到浴室裡面去做這些驚喜 就是包含禮物啊或者是蛋糕等等的這些事情 所以美根是躲在我們那個時候住的酒店裡面的浴室 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太飽了 所以我就是直接走到外面 就是我想要透透氣嘛 就是因為很飽真的是太飽了 所以就想要透透氣 我就是去到陽台那邊 就是因為他是湖景陽台 然後據美根說呢 那個時候他在準備的時候 因為美根很怕我會突然進到廁所裡面 就會發現說美根在做什麼事情嘛 因為他在準備一些驚喜 所以美根就是耳朵張很開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時候美根準備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突然覺得 有一些腳步聲 然後腳步聲了之後 又加上有那個塑膠袋的那種聲音 就是在揉塑膠袋 可能在拿東西那種塑膠袋的聲音 這個兩個聲音導致讓美根呢 嚇到覺得我是不是從陽台出來了 然後美根就很緊張的把那個門打開 然後就往外看完全沒有人 就是真的就是沒有人 後來美根就是正常正常在做這件事情 那後續就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可是那天晚上 我是直接我在撿6月18號 那一天當天我生日的影片 因為我要隔天直接上片 所以我就是那一天就是到了早上 六七點的時候才 眯個一兩個小時 然後那個時候美根就會起來個兩三次 就是還跑去泡澡啊什麼什麼 當下她就是只有跟我講她胃很痛 就是就是很很胃痛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我跟美根純粹是覺得說 會不會是因為剛剛吃太飽的關係 所以也沒有沒有想那麼多 那這個就是一件事情 這個應該還好 過了幾天之後 大概在20號21號的那個時候 這也是美根跟我講的 美根她當天晚上她在跟她的媽媽 在同一間浴室一直在洗澡 因為那個時候時間很晚 然後美根她的爸爸其實都是比較晚的時間會回來的 大概就是11點12點的時候才會回來 那個時候據美根說 美根她通常那麼晚洗澡的話 她都會比較注意把那個門關好 因為美根也會怕說 如果她的爸爸太晚回來 然後她的爸爸沒有發現浴室裡面有人 直接打開的話會比較尷尬這樣子 所以美根那個時候她說她確定她要把那個門關起來 然後過了幾分鐘之後 那個浴室的門呢 就被打開了 就是美根是有聽到這個聲音 然後就是哇嚇到 然後在浴室裡面也有美根的媽媽 然後美根的媽媽 她媽媽是有聽到敲門聲 然後再打開 那個門就是自己這樣打開了 那後來就要講到6月25號的事情 就是我幫美根慶生嘛 然後那個也有影片 就是也有那支影片 在那個的隔天26號的早上 那個時候我其實我有在房間裡面 佈置了很多很多的氣球跟照片等等 那天的早上呢 其實是我最覺得最最最毛骨爽然的事情 就是在那天的早上發生 那個時候因為我有佈置很多的氣球嘛 可是就只有一顆氣球呢 它是已經浮在半空中 大概在我們的肚子的下面一點點的地方 然後那顆氣球我就是看到它在浮在半空中 就是我可能就是比較調皮一點 我就是會跑過去就是揍它之類的 就是玩氣球的概念啦 就是完全就是有沒有什麼怕啊 怎麼樣就是要玩 因為它可能就是泄氣了嘛 那個房間的格局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套房的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是酒店的問題 我覺得有前面的那些事情 可能是我們自身八字比較弱還是怎麼樣 才會發生的事情 它的那個格局來說的話呢 它是我們一進房門了之後 我們要左轉有一個走廊 算是一個小玄關吧 然後呢再右轉之後再左轉有一個走廊 然後那個走廊的話是通往到客廳的一個走廊 在那個走廊的中間有一個 算是隱藏門吧 往旁邊滑的那種隱藏門 打開了之後又有一個要前往主臥室的一個小走廊 然後那個走廊的左側是掛衣服的地方 加上有一個椅子可以讓我們坐的 然後在那個的右邊是浴室 那個時候因為是早上 然後我們要出門的時候 美根從...美根在準備嘛 我們都要準備出門 然後那個時候美根呢 她就從那個最裡面的那個主臥室裡面 走出來轉彎到浴室的時候 我就是坐在浴室裡 對面一個椅子上面 我就是一抬頭的時候 我眼睜睜看到 這樣走進去的時候 就是浮在放空中的那一個氣球 她是完完全全跟緊著美根的屁股走 她完全就是她不是那種飄啊飄啊 不是這樣子喔 是一模一樣的速度跟人一樣的速度 一起這樣子進去到那個浴室的裡面 那個時候我真的整個就是突然毛骨爽了 然後就是開始就嚇到然後就大喊說 美根她那一顆剛剛跟在你的後面 她那個速度太異常了 除非美根有勾著她 可是我那時候我看下面 她整個是被拖走的那種感覺 她就是整個跟在美根的後面 她就是跟到美根的浴室裡面的時候 我就拿起我旁邊的相機 趕快要拍這一幕 因為我想要跟美根講說 她真的有在跟著你這件事情 後來美根也嚇到 美根就馬上往後看 結果那顆氣球是真的 她的彎彎之間跟緊在美根的屁股上面 可是她沒有跟她沒有碰到美根的屁股 可是她就是有一定的一個間距 然後就是一直這樣跟著她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有一個非常詭異的事情是 我只要拿起相機那顆氣球就會停下來 就是她就是不會動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就有拍那個浴室裡面就是 有一顆氣球在那邊飄 然後的確如果你有風的話 你就是這樣動而已 她比較詭異的地方是 當我們走的時候 她會就整個跟過來 就她就已經不是這樣飄了 你懂嗎?就是我怎麼想 我都覺得不合理啊 就是因為我們有在那邊繞了一下 就是有繞那顆氣球的旁邊 她怎麼樣動她都是 她都是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下面感覺一個主軸 然後就是上面在飄 這就是風嘛 她是完全這樣跟著美根進去 我就整個就是超級毛的 這個時候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可能是靜電 OK靜電 靜電會跟嗎 就是會黏在你的上面嗎 靜電啊不然就是風 我先講風好了 有風的話 第一個其他的氣球絕對也會一起動 不可能只有她在動 你的那個風這樣過來 你的風還會讓你轉彎嗎 第二個是靜電 靜電把那顆氣球一起帶進去那個浴室的話 好那我覺得還算合理嘛 可是事情就是發生在比較後面一點 那個時候我跟美根整個嚇到 我們就是往客廳走了 那顆氣球如果她要離開這個浴室 要跟我們跟到客廳的話 她必須要先往前走 然後左轉到那個走廊 然後再直走 才是客廳 沒有靜電的情況下 我們沒有在她的旁邊的情況下 她應該是不可能來到客廳吧 對吧 怎麼想都是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我跟美根就在客廳 然後我們就在講說 欸剛剛那個是發生什麼事 欸剛剛那個是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我手上我是拿著相機的 不是這台喔 可是那時候我手上我是拿這台相機 那個時候我往客廳的那個門看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是有默默的看到 她那顆氣球往後走 躲起來了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是又馬上看 然後那個時候那顆氣球就已經在走廊的中間了 第一個我覺得這個絕對沒有靜電的問題 因為我們不在她的旁邊 我一拍她她就往後走 那怎麼會有風是往前又往後 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情 我覺得最毛的是她到底要怎麼從浴室出來 又轉彎又轉彎 就是到了我們的這邊 在二十五號當天 等一下我口好渴 在二十五號的當天 我的這台相機 我的這台SONY的這台相機呢 狂擋 我再怎麼給它放在獎架上面 他就是問擋 就是大家能想像的到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的結論 為什麼我會回想到這件事情 是因為很明顯 他不喜歡這台相機 然後我就回想到 我從來是不會摔相機的人 除非風超大 當然沒有那種被別人拍打的那種感覺 可是他就是會 砰砰砰 是會一直倒的那種 然後導致呢 我的這台鏡頭 原本鏡頭的話都有這種鏡頭蓋 就是這種鏡頭蓋 就是你是可以給它鎖在上面的那種 可是我的這台鏡頭蓋呢 就是被它已經摔到裂掉 然後這邊已經斷掉了 導致我現在我的這台是沒有這一顆鏡頭蓋 不然他原本他是有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這個整件事情都整個 就是很 不太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啊 主要就是到這樣子 就是從18號美根有聽到一些腳步聲 有一些塑膠袋的聲音 然後到美根家裡 門突然自己打開 到6月25號那個氣球 後來我跟美根呢 前幾天的時候 我們有去拜那個行天公 然後我們有去做收金 所以 照理來說應該是比較沒有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要去拜行天公的時候 美根也是很胃痛 收完金了之後呢 美根就完全 就她說她的胃痛就完全沒了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跟這個 到底有沒有相關 可是 我們也算是有去做這個收金 對這個就是我跟美根這次 就是在上一個禮拜發生的一些事情 可是我在這邊我一定要先說 就是我跟美根呢 真的不覺得這個是酒店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酒店整個氛圍都是好的 就是氣憤啊氣場啊 就是都沒有那種會讓人家覺得不舒服的那種地方 我們是第二天的早上發生 我在影片裡講的比較毛骨爽然的事情 但是我們還決定要續住一個晚上 因為我們覺得那邊的氣場很好 然後也讓我們睡得很好 我們可能就是那一瞬間有被嚇到 可是其他包含我們的睡覺 或者是整個服務啊 整個品質整個氣場 我們都不覺得不舒服 就是我們真的就是純粹覺得 可能就是我們自己帶來的 這個就是我最後想要補充的一個點 那同時我也蠻想要聽聽看 大家有沒有遇過這種比較偏靈異的事情 發生在自己的周邊 那今天的這個分享呢 也就是差不多到這邊 OK那我們就下週影片再見啦 See ya Bye 字幕志愿 com and test me